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我的弟弟风兰开花了 它准确的名字呢,是Angricum Didiary 但是我喜欢叫它弟弟风兰 听起来既亲切又可爱 这株风兰到我手上其实时间不长 还不到三个月 但是它长得又快又好 这是一株迷你风兰 来的时候呢,看起来特别特别小 这两片叶子呢,长大了很多 中间的这片叶子呢,是新长的 根呢,也长了不少 看不到,但是它已经到底了 这个花芽呢,长得更快 大约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从看到有一点点冒头开始到开花 那现在呢,我刚刚看到 就是这两天才看到 这里似乎是又在长一个花芽 真的是非常开心 它的花呢,简单,可爱,又白又香 这个Spurn超过15厘米长 花的直径呢,大概是两寸半的样子 和它的植树相比呢,花看起来非常的大 如果加上这个Spurn的话呢 比它整株植物看起来都要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呢,是它的香味 它是夜香型 晚上的香味非常非常的浓 非常好闻 呃,是甜香 是花香 但是呢,不太好形容具体的香味 从傍晚大概8点多就开始有香味 现在呢,是早上10点半的样子 还有那么一点点香味 假如你凑近闻的话 弟弟风兰喜欢明亮的光照 可以接受早晚直射阳光 在温度方面呢 16度到35度之间 最佳温度呢,是21到30度 那它希望呢,有一个昼夜温差呢 在7到10度之间 至少呢,也要有5度 这样的话呢,它才能长得好 花呢,才能开得好 所以的话呢,最好是把它放在室外养 如果在室内的话呢 这个温差呢,就不太容易达到 在湿度方面呢 它们并不挑剔 50%上下就可以 但是更为理想的状态呢 是65%以上 弟弟风兰呢 可以板直,也可以盆栽 那很多人认为呢 它对换盆的反应过于激烈 通常换盆以后呢 大概一两年呢,都不能开花 所以的话呢,还是建议板直 不过,我倒没有觉得它对换盆有任何影响 可能每一株的反应不同吧 如果盆栽的话呢,建议植料呢 用树皮或者木炭 总的来说呢,就是颗粒比较大的植料 易干的 这样的话呢,它的根呢 不会泡在水里 在浇水方面呢 弟弟风兰喜欢勤浇水 但是要干得快 通常建议呢 早上浇,晚上呢就干了 第二天呢,再浇 尽量避免连续两天呢 让它的根都干着 在施肥方面呢 薄肥勤施 在它长叶子的时候呢 就施一些以蛋肥为主的肥料 在它开始要长花苞的时候呢 就尽量的施一些以鳞肥为主的肥料 或者简单的来说吧 在春天和夏天以蛋肥为主 到了夏末 以后呢,就以鳞肥为主 弟弟风兰呢 没有休眠期 全年呢,都可以生长 但是天暖的时候呢 长得快 就勤浇水 天冷的时候长得慢呢 就少浇水 这就是关于弟弟风兰 Angrychum didiary 它可爱的花 以及简单的种植管理方法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